我們來看第八題 他說ABC是個時數 那A是大於零是正的 B小於零負 C也小於零負 然後求這個 有絕對值的這個方程式算出來結果是多少 OK 那題目的話我們把它寫出來 在這邊 上面的每一項都是 絕對值A分之A 絕對值B分之B 絕對值C分之C 下面跟上面基本上的位置數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差別在說下面的位置數都有加絕對值 上面沒有 那其實這些要判斷只有一個問題 就判斷絕對值正負的問題 在這裡面其實如果以數值部分的話 分子分母都可以約掉 其實都可以約的 都是可以約的 數字的部分都可以約掉 好 那約完以後問題是 你分母下面一定為正 分母去絕對值 分母去絕對值 因為他整個絕對是正 差別在說分子到底是正還負 那其實看題目給的條件 A大於0 所以這個是正的 所以正除以正 這一項是答案明確的是1 再來 B的A小於0 所以是負的 負除以正 這個答案是負1 負1 再來 C正的選項的話 C小於0 所以除出來也是負1 再來 第四個這個地方 A乘以B 那分母一定會正 我們去看分子 那A跟B 一正一負相乘 所以這是負的喔 這個出來會負號 那這個是負號 那還有2喔 所以變成什麼 這邊是負2 再來 B跟C相乘 B、C都是負的 所以負負得正 那約掉以後啊 這數字都約掉了 其實這邊變正2 只有這2會留下來 AC其實數字也約掉 那問題在於 A跟C A是正 B是負 所以正負得負 所以這個出來也會變成負的 負2 那 A是正的 B是負的 C是負的 對這一項來看的話 正乘負乘負兩個負為正 所以在這邊的話 整個分子分都正 約掉了 所以這邊這一項是3 然後題目啊 是要把 這些數字全部給它什麼 加起來 我們把它全部加起來 他問這總共是多少 我們來算一下 消掉 消掉 負2 負1 3 所以消完很漂亮 答案是0 所以最後這題答案啊 0